歡迎大家出席2021年4月20日, 香港變入超級優勝第四季賽事 今天就好聽得清楚主席那邊的聲音 好,那我或者嘗試大聲一點,請答一下 好,謝謝 歡迎大家出席2021至2022年到香港變入超級優勝第四季賽事 今天的編題是公平貿易咖啡能有效扶貧 由正方荃灣歡樂中學對反方可風中學 現在為大家介紹雙方變緣 首先,正方主變為陳欣賢同學 第一副變為念信行同學 第二副變為陳蕾琦同學 第二副變為鄭永華同學 反方主變為王熙同學 第二副變為由施琦同學 反方第二副變為孟俊參同學 第二副變為李文琦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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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為大家介紹三位同學 他們分別是華英中學辯論隊教練 唐嘉雲小姐 入夫書院辯論隊前隊長 莫曉怡小姐 以及香港中文大學粵語辯論隊前隊長 王君雄先生 本場比賽分為主變台上發問 一副二副台下發問 結變共六個環節 台上邊緣發言時間為四三三四 每位台上邊緣發言時間前三十秒會有一丁提示 也就是丁 介紹主席也會舉起一丁字牌 時間到會有兩丁提示 也就是丁 介紹主席會舉起兩丁字牌 過時五秒則會有三丁提示 也就是丁 介紹主席也會舉起三丁字牌 介紹本人將會打斷便緣發言 並提醒評判扣分 提醒參賽同學 因為有可能會出現答聲的情況 所以雙方同學也會有責任需要留意主席舉牌示意 詳細賽規早前已經發佈與各參賽學校 請問雙方主見對於賽規有任何疑問 如果沒有任何疑問的話 比賽正式開始 現在先請正方主見發言 有四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展投示意 請問 聽得清楚 請問雙方給我聽得清楚 準備好請向我示意 可以 請 為了各位 為了改善全球人民福祉 聯合國組在17年 制定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 當中消除貧窮就位列目標之首 並歸納扶貧兩大方向 一、協助消除極端貧窮 即每人每日生活費不足1.25美元 二、確保弱勢族群 能平等地享有醫療、教育等基本服務 出進社會向上流動 不同團體一直都協助發展中國家人民脫貧 而變態中的公平貿易咖啡 就是眾多非貿易團體之一 根據聯合國統計 全球超過九成咖啡豆 都是產自亞馬加、哥倫比亞等發展中國家 農戶種植咖啡豆 到當地買手收購 再到賠償商在咖啡市場買賣 將咖啡加工 最後再賣給消費者 由於小農戶和科學公司地位懸殊 市場被科學公司壟斷 農戶往往受壓價剝削 國際咖啡組織指出 農民缺失以價能力 加上咖啡價格受期貨市場影響而波動 公平貿易16年研究發現 基於惡意壓價 肯定咖啡農民普遍都要涉滿出售咖啡 例如咖啡豆最低收購價利 英雲每港1.4美元 但非洲農民只是收到7.4元 比合理價格少價免吃 為了令發展中國家勞動力得到合理回報 國際公平貿易標籤組織於97年成立 並希望達到兩個目的 1. 抗憾剝削 農民只要參與公平貿易咖啡 並同意限制化肥使用 確保食品安全等條件下 就可以受到每個咖啡豆 1.4美元的最低收購價保障 2. 提供向上流動機會 提升農民生活水平 收購商要獲得公平貿易認證 就必須根據最低收購價 向小陸投購產品 農民亦需要繳交每萬咖啡 0.03美元的社區發展金 以合作社形式 令農護菌有醫療保健及教育服務等 因此要行論辨題 就要審視公平貿易能否協助 推動聯合國貿易方針的兩大方向 我方支持辨題 論點有二 第一 確保收購底價 保障基本收入 公平貿易下 即使咖啡豆市價低於最低收購價 都必須以最低收購價結算 足起價格安全網 保障農民收益 免受價格波動和壓價影響 公平貿易共有近200萬農民參與 欠及71個國家 隨著計劃普及 根據非洲公平貿易協會數字 今年咖啡豆貿易量比去年上升兩成 被預期到25年 按鈴上升一成 當中自副組織 Impact Institute 發現 將來可岩的咖啡農民正收入 近平均上升超過八成 近令超過兩成的農民脫離的端頻率 難怪哈佛大學研究指出 公平貿易能有效提升參與農民收入和生活水平 可見公平貿易咖啡成功保障 甚至增加農民基本收入 有效推動扶貧 第二 提供援助資金 支持脫勤建設 發展中國家農民普遍缺乏教育和技術 公平貿易組織 向農民徵收社區發展金後 會回規見農民 例如高斯達尼加的咖啡農民合作社 就製造了70家學校的改善工作 並提供近7000份的獎學金 改善平衡而同學學機會 發佈亞生幾內亞的農民 亦都利用發展金建設供水系統 為大約6000人提供潔定所員 單計過往10年 公平貿易就為發展中國家 提供了近100個脫勤建設 可見公平貿易不但為農民提升收入 更保障越實享有資源的機會 想問有方 若然無效扶貧 你們怎麼解釋在計劃下 又越來越多濃固 越來極端平衡呢 多謝各位 向近11月15日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新院長4月1日 請問一下 新院長4月1日 請問一下 回答 正確 千萬別 回答 答案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正方和我聽得清楚嗎? 是,請問是否聽到? 或者可能需要請反方轉變同學向後退一步 或者將鏡頭向上移 因為都看不到你的樣子 現在這個距離可以嗎? 現在可以的 請問正方和我聽得清楚嗎? 好,準備好,請下我示意 可以 主席,評判有否留學? 對著各位 首先回答有方同學的問題 今天有方問我們 如果公平外體沒有效果 為何會讓農民脫離了群 其實今天有方是一個非常典型的直線路 所以我方想知道 為何農民脫群一定是公平所做的事 可不可以是其他反共同學? 可不可以是現在社會對農民的利益 所以你越來越關注 請有方和我論正 好了 今天公平貿易 咖啡的目的為保障小龍不倒 有合理的社會好、安全的公眾環境等 而扶貧又稱為減貧和協貧 正據聯合國的可持續發展目標 扶貧即消除一切形式的貧困 像可以的報告和美國國際公平外的研究 我方認為有效貧困並非指著重特別的貧困人口 而在大範圍地為貧困互提供基礎的 生活條件、教育、公共服務等 因此今天我方向內容提的標準在於 公平外的咖啡能可為絕大部分 主貧困國家的咖啡龍改善生活條件 我方向對貧困互提供下兩大原因 第一,公平外的咖啡難以提升 貧困咖啡農的收入、成效傳言 正據美國九金山大學教授威迪德的研究 公平貿易咖啡在反貧困坑那裡 有效性排倒數第二 公平貿易國際董事會成員李克 配合亦指出 直是在公平外的系統之下 牽收與問的小農仍然是處於激活的狀態中 在小農收入方面 與公平外的機構合作的非洲咖啡種植物 必須每條花小套買認證資質 以延續認證依價 正據美國加州大學研究 每年公平貿易認證的費用 已大於公平貿易帶來的價格優勢 此外,認證中職務必須根據公平貿易的準則 遵守農藥和化學肥料的使用限制等條件 無言之,中職務加入公平貿易所獲得的利潤 基本上都要用來套買資質和增工標準的農藥、肥料 中職務的長期收益將會是零 此外,公平貿易雖然為小農提供最低價格的保障 但根據馬仙瑞芬大學的研究 公平貿易系統中約80萬生產者 只能夠將產量足足兩成的生產量賣到公平外市場 而其餘多於八成的咖啡豆仍然以市場價格進入販賣 並不受到價格保障 可見最低價格的受惠範圍極少令其成效存異 第二,公平貿易咖啡的認證門檻過高小農難以參與其中 由此,由於貧困地區的互聯網限制 公平貿易的資訊難以在第三世界國家存開 並且很多偏僻地區的小農 並不知道公平貿易機構的存在 再者,如果想加入公平貿易 小農需要自行組成生產團體 或者等候公平貿易機構的配對 再每年公布審托 但根據挪威奧斯六大學教授 威爾·海特指出 公平貿易需要存在大量的文件檔案 就要介入水平低下的農民 造成非常大的負擔 加上認證費用最低約約2萬元港元 對於原本已經應付不到被創供人開支 甚至處於被我助替的小農來說 根本是天文數字 大部分小農根本沒有能力獲得認證 在高無欄的認證下 全球1.2元的小農只有0.6巴仙達標 而其餘的小農則被排擠在公平貿易系統之外 可竟然絕大部分小農根本未能參與其中 還有想問過公平學 只有0.6巴仙的咖啡龍 能夠參與公平貿易咖啡當職的時候 有方是否認為不足一個巴仙都叫做有效 如果不是,公平貿易咖啡 請問幫助被排擠在外的角色巴仙小農 多謝各位 反方主農發言無消時無需扣分 接著是台上發問環節 先由正方派出一位台上便員向反方主農提問 發問時間為一分鐘 之後反方主農會有一分鐘時間準備 然後有一分鐘時間回答 提問和準備一樣 限時到達15秒前會有一丁提示 我亦都會舉起兩丁自排 接著就會輪到反方派出一位台上便員向正方主農提問 請評判注意填寫分數的次序 反方分指第一格依發言次序是回答分數 第二格才是發問分數 現在有請正方派出一位台上便員發問 你有一分鐘的發問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請問是否聽到 聽得清楚的 準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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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今天有幫忙查出來和你說的標準是什麽呢 就是公平貿易也幫到絕大部份的農民 但很簡單想問回有方學我一句 其實現在每一個扶貧的政策 都不可能一次過幫助所有的人 公平貿易始終是一個貿易的準則 固然未必可以幫到一些連食品安全的基本要求都不用的農民 其實有方學都承認 公平貿易現時已經幫到200萬種植價格的小鹿 參與路戶的數字會連近要超過5%的增長 我方主編都說了令到這班農民的收入大幅上升 公平貿易就是在幫忙 可見公平貿易現在在幫忙越來越多人 若然現在今天幫不上全部人 就等於補效的話 有方學立場底下 當中有什麽政策才是真正在做扶貧的呢 是不是連以香港的中門等等的扶貧政策 都應該要存在呢 多謝各位 各位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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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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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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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听 听 准备时间结束 请正方处便回答 你有1分钟的作答时间 准备好请向我示意 听得清楚的 准备好请向我示意 可以 有方同学的提问 有方同学问我们几个设施是真正由公民为咖啡做的呢 我们主编都说了 其实是科斯达尼加的咖啡联盟合作社 是由TUSD做了70间学校来改善工作 提供了7000项的主学金 另外包括压生基拉压的鸿运工 都利用发展金建设工资系统 为了大约6000人提供清洁水域 公民亦都 另外 另外 洛西湖UNDP计划 与加拿政府合作 自力开设供咖啡组织区的道路法 并建立教育及医疗设施 通过改善基础设施 提供贷款和培放农民 农民能够将产量提升一倍 该计划就提升超过1万名的小农户提升产量 最后 公民协议协议指出 通过支持小龙将自己组织成 例如 及作社和协议的小营组织 以谈判更好的法律条件 进入更广阔的市场 多谢各位 叮叮 台上发问环节结束 现在又请政方第一负面发现 有3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是吗 是吗 听得清楚的 可以了 听 评判注意各位 要拆解辩题 先从两个方面出发 第一个先看有方同学的标准 有方同学的标准 说要绝大部分人都脱贫 然后才为公平贸易是有效的 但是我方刚才问到 那有哪个部份政策 是真的能够令到绝大部分人脱贫的呢? 有方一个部份政策也交不出 有方自己的标准 连自己都答不到的时候 凭什么要有我方论证呢? 而有方刚才已经承认了 公平贸易正在帮助的农民 每年以5%增长的时候 今天有方最后质疑的位置 就是说有多少公平贸易的农民 有多少农民是参与了公平贸易 但是看回公平贸易组织 自己给出的数字也告诉你 有200万的农民参与的时候 不明白有方80万的数字怎么来 而这个200万的数字 是占全球2000万咖啡农之中 足足10个巴仙的时候 有方凭什么说到只是占微不足道呢? 而我们之后再看看扶贫的方式 先看经济方面 有方同学说到 经济上公平贸易的农民 要付2万的入会费 或者有一些注册费用 但是不知道有方同学 这个准则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看回公平贸易整个的翻译里面 都只是说农民每8磅 要付0.03美元的手续费等等的时候 不明白有方同学 2万港元的数字是怎么来的? 在哪里来的呢? 而 今天说到 世界银行的报告也都指出 象牙海岸的农民 其实在加入公平贸易之后 他家庭平均正收入 由1617年的2,600美元 大幅增长到2021年的5,000美元 增长超过八成的时候 好,有方说到 完全抵消了他收入的提升的话 那怎么解释以上数据呢? 而有见及此 更加参与农民的数量 按年上升超过5% 所以问有方同学一句 若然说到公平贸易 是这么无效的话 那又怎么解释 参与人数越来越多的事实呢? 还是农民明知涉钱都继续去参与呢? 我们再看看脱贫建设方面 今天有方同学说到 禁止使用农药、化肥等等 会损害农民收入 其实是不是呢? 根本就不是 今天公平贸易 推广一个有机坚重的方式 成为意大利、罗马第二大学 都指出 公平贸易正正是因为推广有机坚重 禁用农药、化肥等等 令农民的平均产量提升超过八成 令它的生产力大大提升 用更少的土地 捐出这么多的咖啡豆的时候 这个难度就不是一个生产量的提升呢? 那我们再看看教育方面 有方问我们有什么社区建设 给个例子 有方同学 尼加拉瓜的合作社农民 他定用公平贸易的价格 公平贸易赚到的钱 为儿童购买超过三千包的学习用品 包括书本和书包等等 令儿童更加能够获得学习机会 所以合作社会学研究机构都可以说 令到绝学率减少超过八巴仙的时候 既然没有公平贸易 当地社区又会不会做到同样的扶贫建设呢? 多谢各位 се和主持在电视团下 大家大概猜 popped into the перед 这个视频 没有 cave的 祝你 słri sustain 真的没有 brains aquell什么 你什么 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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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库 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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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 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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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그觉得这 Monteklo 首先是我事宜 可以 主持評判有方同學接著各位大家好 我再次澄清今天全球1.5億的咖啡 只有80萬在參加公平內的機制裏 請有方同學先觀看清楚 再跟我們打電話 今天有方同學跟我們講的全球上升的 公平內裡的小龍全球上升了5個巴士 今天有方同學其實都承認了人數對於公平內來說 就是很重要 都是同意只有人數多了公平內液才有客 大家看到的事實是什麼 就是全球者都0.68的小龍參與公平內液 有方同學覺得這樣的人數叫做多 是否覺得這樣就叫做有客扶行倒 就是今天有方同學跟我們講的有兩個 有兩個 有兩個 論點就是第一個 就是跟我們講最低收購價 可以有一個安全網 但其實今天有方同學看清楚先 全球1.5億裡面就是0.6巴士的小龍 可以得到這些的保障 而這0.6巴士的小龍就算入到公平內液之後 仍然只有22成的咖啡豆可以通過有客扶行的 公平內液最低收購價賣到出來 另外那8成全部都要流入自由市場的自由價格去收出的小龍 那麼有方同學所謂的最低收購價 為什麼可以幫助到極多的動力解決到極多的問題呢 那麼有方同學剩下到99年4巴士 超過1億的咖啡豆有望和誘打性怎麼辦呢 有方同學說說公平內有幾個空 其實所有東西都整整了公平幾個巴士的咖啡豆 剩下到99巴士有方同學是選擇性失明避然不下的 所以有方同學其實都是沒有回答我們的問題 即是我們主變的問題 所以其實有方同學都知道 只有0.6巴士的小龍參與到入局的時候 公平外液貨的承透已經是 無已經是可以得到 在這裏有方同學跟我們說 他們賺了很多錢 但是根據公平外國的組織2016年的報告 人民每天只可以得不到4000的美元 再根據美國加州大學研究 他們賣價得要先比線 每方都要給0.3千美元 請問有方同學同學說 這0到1千美元可以幫助他們 合適合同線的畢業標準 今天有方同學的第二個兩點 由我們來說 他們可以改善很多資金 他們可以企業很多學家 有方同學講得很好聽 我講說這個社區的發展 根據是改善到生活的 但是其實這些錢完全是不透明的 有方同學做了多少的事情 完全是沒有人知道 其實我方告訴有方同學 這個加州大學學者 現在就發現 其實今天有方同學 所謂幫助小龍的錢 其實很大一部分都是投放於 合作機構的辦公式建設方面 而不是用於小龍的資金 請問有方同學這個可以幫助小龍 還有什麼呢 還有製作者 今天有方同學一直跟我們說 離家丹花的過例 就是今天有方同學玩法 不要拿一兩個過例去聽 跟我們說全球影片太全 所以今天有方同學學 給大家一些實質整體性的數據 謝謝各位 版方第一發展 後面發展時間為3分26秒 有超時需要扣分 不好意思 請問剛剛我是梁丁的時候就停了 請問為什麼會超時呢 根據我這邊計時 我已經丁了三丁 並且我三丁的時候 是不只丁了三丁 是丁了很多丁 請問評判會不會聽到 或者政方同學有沒有聽到 我聽不到 我聽不到 我聽不到兩聲 我聽不到兩聲 我聽不到那邊計時 我幫一副用的時間是怎樣 不好意思 聽得不清楚 我想知道大會那邊計到 我幫一副用的時間是怎樣 不好意思 或者可不可以請法科 和法科 近一點說 因為有些答音 新聞生大會 我幫一副所用的時間是多少 是 3分26秒 我幫這邊聽到最後一次中聲是兩丁的 兩丁 請問政方同學會不會聽到 或者評判會不會聽到 我們是政方 我們不可以答到你是否真的有爭論 因為我剛才也沒什麼留意去聽 不過我們就看到是有舉牌的 不知道評判的意見或者主席的意見是怎樣的呢 因為我們也不真的能答到 聽不聽到 因為可能都要問其他人 好 謝謝 或者其餘的評判會不會聽到 或者 是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或者我們可以把這個可以容後在意 可能我們先令到場比賽繼續下去 那一會兒我們再商討這個扣分的問題 那雙方 雙方可以嗎 好 好 接著是政方第二副面發言的時間 你有三分鐘發言 準備好請看鏡頭示意 那或者我在這裏再重申 那希望可能政方的同學都除了聽我的聽音 因為我都明白會有答聲的問題 那可能多些留意我舉牌 是的 我會撐久一點的舉牌的話 是 準備好請看我的示意 請問 請問聽不聽到 聽得清楚的 你好 請 各位今天比賽來到二副的位置 不妨審視一下有可能對我方的質疑 首先在主編講到我們的標準是達到絕大部分的人 但是我方主編去到一步一步的位置跟你說 其實二下根本是沒有任何一個政策 可以做絕大部分 幫助絕大部分的人 所以先看我們的方案 原來先看我們的數字 原來現在這個公平貿易咖啡的貿易量 是有上升的趨勢 原來現在都跟你說 現在不同的人 現在的貿易量遲疾地提供的時候 又何來是沒有這個數字的問題呢 其次就算今天我方真的幫不到我們這麼多人 都支持不到這麼多的農民的情況下 有方同學不如先取回現在的現況 那平貿易不單是幫助有參與計劃的人 原來他們自己都有製作一些基電 培養這些農民 令整個社區的發展都變得更加之好 好像我方主編一部提出的例子 這些例子有方衝通都沒有回應過 所以可見有方根本是忽視了背後這些產生的收益 所以有方同學自己的質疑都趕不過去 下去我們講問人數年有一點錢賺得少 不如來到以後的位置 我們得妨做一個前後的比較先 看看究竟出現公平貿易咖啡之前和之後 究竟的情況有什麼分別 原來在出現公平貿易咖啡之前 就連哥倫比亞咖啡重申協會的經理 其中Sierra也指出 農民在貿易過程被受剝削 另大部分農民被避免涉款出售咖啡 可見是農民在公平貿易出現之前 甚至是垂心火熱當中 但究竟公平貿易之後 有方何不回應我方主編所說 最下海岸和農民正收入上升 有濃厚把揭斷平衡的例子 和地庫組織的營業結果都不要緊 我們不妨看多個例子 原來Fontier的調查都顯示 印度參與公平貿易的農民的正收入 比沒有參與的頂頂告出66% 難怪連世美公平在2020年的調查都已出 公平貿易放入接近2000萬的農民 去發展中國家謀署超過2億歐羅的收入 所以公平貿易是可以消除這些極端貧窮的 我們不妨看看這些公平貿易 除了在Soldi上 而經濟上的直接收入 是如何達到我方的標準 如何令到有方何方的時虐解除 不妨看看基建 原來今天我們和你講 透過社區發展金 這幫人可以透過一些技術團隊 令到合作者來提供這些農民做一些培訓 例如分化一些變廢式的製章機 由原本兩日的工程 促轉到15分鐘 又或者是提供一些賀熱賬的資助 來幫他們消財貧窮率 增加不同的合作者 他都會幫助農民 甚至連密西哥的全部的基金 全部的社區發展 通通都落在農民身上 回到農民 不明白有方的疑慮到的是哪裏 所以我們不妨看看 哥倫比亞的例子 當你合作者ALER 利用社區發展金 給農民提供了不同的技術團隊 來幫助他們進行有機監製 所以有方和我主典提出的論點 這些農民秘得使用的工作 令到自己的支出上息 其實通通都是不合理的 不僅僅是交界的安全 或者將資助更新的機會 多謝各位 正方第二負面 發言無超時無需扣分 接著是反方第二負面 有三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我示意 經常聽到 聽得清晰的 但可能犯人請同學要向後退一步 是的 可以的 好 準備好請向我示意 頂 主席的情況有多榜在座 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和我前場犯了三大錯誤 第一混合公平貿易和公平貿易的數據 和公平貿易的數據 有分合不断一起工作 很多的歌和我们讲公平贸易做了些什么 有分合看清楚 我们指的是公平贸易咖啡 有分合我们讲在不同的成分地区 有很多农民得到过程 其中有多少是公平贸易咖啡的组织 我们从这里讲得多 第二 有分合不过分高估了公平贸易咖啡的时差 根据数据调查 在公平贸易咖啡的售价当中 96.07%的利益依然为消费国所获得 其他不足4%的利益才是归班生产户 归班生产者国有分合我们讲这些所谓的公平 第三 有分合混合社区发展金的作用 有分合不断的评论社区发展金可以怎么帮助社区 根据特拉克斯顿教授的研究 多数生产者对社区发展金缺乏认知 更加有甚者根据不知道社区发展金基础的存在 在事实上 调除有可能的过例 根据公平贸易基础官网上的数字 只有近8%的社区发展金 在2020年 是用于社区的发展当中 而是 当今日只有2%的社区发展金 是用于社区经验 和2%用于社区教育的时候 有分合所谓的社区发展金 是怎样去过做社区呢 在正 今天有康网和我都认同 参与人数的多数 会影响公平贸易的有效性 有康网看出 今天人数不正在增加 所以就会有效 但我们先看清楚 今天是要人数 今天要多日参加公平贸易的时候 这个是公平贸易的机构 公平贸易的机构 公平贸易的组织 公平贸易的东西才会有效 我们看到的 今天有康网和课结了 超过了8%99的咖啡贸易 海的排序是公平贸易的围栏之外 这些事实 在这几个情况下 今天我们取得更好的 事实上是什么 事实实是如何 现在这个事迹 混弹了几十年的公平贸易 都计制 依然是可以扩援到极少一部分的力务 香港同学不略计是什么 香港同学不略计是那些超级级99的咖啡 被排除在公平贸易机构之外孤立浪换 香港高估了的是什么 香港高估了公平贸易标签的技术率 人们愿意在实际上支持公平贸易的咖啡 有数据公式压人 多谢 反方第二负面发言时间 毕超时无需扣分 现在进入台下发问环节 双方各有两能发问 请整方派出轨台下电源发问 请电源开看镜头并试咪 试咪试咪试咪 请问听不听到 听得清楚的 有1分钟的发问时间 同样也是时间够的15秒前 会有一丁 到时会有两丁显示 同时会举牌 也要看一看台下的同学 反正你也要看一看镜头 看我有没有举牌事宜 因为会有大声的情况出现 如果准备好就请向我示意 可以 谢谢 最后各位 有方最大论点 从来不是说公平贸易没用 只是质疑帮得不够多人 或成效成义 有方开说公平贸易 只是帮到0.6% 但看回公平贸易协会 现在全球是有1200万咖啡农户 在公平贸易咖啡下的农户 是有200万 即是2成 并且是按年上升 所以错数字的不是我方 而是你方 退一步说 就算数字没有你们想象中那么多 但根据非洲咖啡公平贸易协会的数字 咖啡贸易量是按年上升 帮助的人是越来越多 先不论有方已经承认了 恶方举出的国家例子 如果有方说到 公平贸易更不吸引 更没钱赚 有方是认为这帮农民 明知没钱照冲进去事件 还是有方错判数据 计算数据呢 麻烦有方交代清楚 多谢 反方应该有一分钟的准备时间 准备时间开始 叮 谢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观看最后一次 今天是有方同学找错数据 我方今天由官网的资料看到 全球有1.25亿的咖啡楼 其中通过公平平台的咖啡认证的人只有80万 这是我方最后一次说 请有方同学下次找回清楚数据 今天有方问我们 为何咖啡楼还要继续涌入公平贸易 人数是否上升 是的 我们今天看到 人数也承认了 人数对公平贸易的有效性是重要的 人数多 才有效 但是今天只有0.6%的咖啡 我可以进入它的时候 有方同学说 今天没有一个货品项 是做到绝大部分的负费的 现在不过不要再会在里面 今天怎样 只有0.6%的咖啡 我们就帮他们 我们就觉得可以了 我们想知足了 请看 回答时间结束 现在请反方派出一位台下 变缘发问 请变缘开启镜头 并试咪 试咪试咪 想问听不清楚 听得清楚的 请问双方同学听得清楚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们是正方 因为我双方进来 想问我们一些关于学校的东西 请问可不可以跟双方说 我们现在要训练了多久 那未免可能有些 我们可能是吃猫的嫌疑 那我们全面都会开启镜头 请双方都会听到我们听到些什么 请问可以吗 好 谢谢 不好意思 反方不是听到正方和我刚才说的 可不可以重复的词 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刚才就有校工就问我们说 训练到几点 那我们就要回答他 那为免就反方可能或者主席 就说有我们可能出猫的疑虑 这样呢 我们就会开着麦克风和校工去谈的 那就等大家的保障 OK 谢谢 明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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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对不起 煮得太慢了 不如我不如我打算 谢谢 好,是,那現在就繼續賽程,那現在就是反方第一位的台下便聯發問,那請反方和可能試多次麥克風 試麥,試麥,聽得清不清楚? 那雙方和我聽得清不清楚? 是,好,那有一分鐘的發問時間,準備好請客,我是姨姨 準備好 謝謝 其實評判友芳和各位,大家好,今天友芳和我不斷問我芳究竟有沒有有效原先的附近政策 我芳回回到友芳,沒有,為甚麼?我們看回香港,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都市,他的縱門都幫不到大部分人的時候 很多人都處於貧困線底下的時候,更何況是一個這麼貧困的國家,例如坦桑尼亞等等 他們需要的幫助更多,但公文和咖啡幫得更少 今天經濟學家林偉宜就指出,你卻以貧困咖啡和每日只可以負擔一塊3.5港元的牛肉 大公文和咖啡的認證費高達2萬元的港元,足足可以支付他們5,714塊牛肉 今天有方同學,究竟怎樣可以幫助被排除於這個高認證費在外的小龍 99巴士的貧困小龍,多謝各位 聖方現在有1分鐘的準備時間,準備時間開始 叮!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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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凌丁,准备会由 凌丁,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有请政方派出一位台上便帮回答 留一分钟的回答时间 准备好,请向我示意 市马A,市马A你听不到? 是,听得清楚的,请问双方不听解释 好,那准备好,我试一试 好,谢谢 评判主义者各位,多谢有方了 去到台下评认了有方标准 其实在有方立场下,根本没有一个政策是有效扶贫的时候 有方也说到了,连香港的忠援等政策都不是帮到全部人 这都等于无效的时候 所以想问有方,如果今天全世界都没有有效扶贫政策的时候 那我方还可以论证些什么呢? 还是今天有方标准根本就不合理呢? 而今天有方又说到2万元的入会费等等的认证费用 对于这些农民来说是不可以负担的 先问有方一句,这个数据是怎样来的呢? 我们看到公平贸易的组织上面,全部的规条上面 都没有说要交2万元的手续费的时候 所以凡清有方简单举出一条 跟我们说农民要交2万元手续费,然后才可以有公平贸易咖啡 而实际上农民每8磅美金,每8磅的咖啡豆 只需要给0.03美元的时候 占不够2% 这个对他们的负担究竟有多大呢? 最后再拆解农民的数字 今天有方... 回答时间月期 接着请政方派出一位台下辩元发问 请辩元开启镜头并试咪 试咪试咪,请问听不听到? 是,主持人听得清楚的 请问商方同学听得清不清楚? 可以 有1分钟的饭物时间 准备好请我示意 可以 各位,有方第二个论点很奇怪 有方说因为 公平贸易咖啡 会限制农民使用化肥、技术工作等等 所以会令农民却步不想参与 但有方努力发展 公平贸易 从来主打的都是有机工作 所以农民都一定是符合基本工作条件 才可以被纳入公平贸易的机制 因为部分农户连基本条件都达不到 所以帮不到是很合理的 现在社区发展金 帮到更多的农民改善基建 所以未来会有更多人有条件 还有机架在那里 所以现况下如果有方说想帮多 帮多些农民 有方是否认为就连那些 说不到基本食品安全的农民 都要帮到 放弃公平贸易的宗旨呢 才是聚乎到贫呢?多谢 反方现在有1分钟的准备时间 准备时间开始 对不起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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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케·她们 blessed BANG 请 lectern BANG そして 今日は absolves のことです です 教授のテランス 指示 目高 最低20月約2萬名港元 因為有可能會提升過資料做何的方法 有可能我們就說 有些農民做不到所謂的有機 做不到符合不到公民貿易 他們生產的應付標準 所以就不用幫他們了 有可能這些就是你們口中所謂的有限 當一個農民他現在得不到公民貿易競爭的方向 是公民貿易設下了這麼高門檻的標準的時候 有可能所謂的方向就是方向 可能原本就已經不符合 原本就已經做了很多公民貿易所謂的利益 很遠的客人 所以有方來怎樣可以確保 今天其他那些真正需要被幫助的 那些貧囊那些沒有生產技術 沒有人力之餘 沒有資本的那些貧囊那些小樓 可以得到有所謂公民貿易有效的幫助 現在請反方同學派出一位台下便員發問 請便員開啟鏡頭並試咪 試咪 試咪 請問聽不聽到 聽得清楚的 請問雙方便員看得清楚 有1分鐘的發問時間 準備好請向我示意 準備好 請 主席評判有分學 各位大家好 今天回應有分學的問題 根據國際公民貿易組織2013年文件中 他寫明 申請認證的小樓最低申請費為2313美元 即是約2萬港元 再者 今天有方同學 今天的標準很有趣的 他說我們聽扶貧是要擺一支極端貧困 但有分學看回 極端貧困就是每日少於10港元 有分學 我今天有方同學 每日多於10港元 根本就不可以滿足他的基礎開支的時候 今天有分同學 我說不明白 只有10港元 又怎麽可以參與有分同學的基建 有分同學的教育 多了10港元就可以上學 就可以看醫生的有分同學 7港元現在有1分鐘的準備時間 開始計時 謝謝 謝謝 OK J Για infused 我 請 Che 什麼 還 謝謝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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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听得清楚的,准备好,请向我示意 我们的咖啡能够在世界各方面 可能是推荒、销售、销售、销售 平常有关同学,助助各位 大家的目的总观传出是有关同学 总观看现在的二大错误 第一,今天有关同学最大的错误 就是将公平贸易和公平贸易咖啡 两者混淆一堂 主要跟我们说有100个脱贫购借 但是从来都没有论证过 这100个脱贫借借是因为公平贸易咖啡的 收益带来的效用 再者,今天无关一二再再而深刻强调 全球1.25亿的农民里面 只剩80万是可以加入这个公平内的咖啡联盟的时候 有关同学仍然坚持这个200万的总数字的农户的时候 有关同学会再混淆市庭 再者,今天有关同学会跟我们说 政策有没有合 其实有关自己都承认了是关人数似的 但是正正是因为这件事 很少人可以加入这个农外的时候 这个就承认到我们的双方的标准 这个同学会是在双方的 再第三,有关同学会和我们说 有关同学会有最低收入口价 可以对这些农户做成一个保障 有关同学背后的角色很简单 就是觉得那些农户很惨 所以我们需要做些东西 但是现在这个政策好像做了少少事 所以应该越有好过没有了 但是今天这个有是否是这些小熊真正想要的呢 今天政策有没有效 今天政策有没有效 我们相当有关同学也承认了 其实是关人数似的时候 我们就正正看到 只有0.6%的咖啡工 咖啡工 他们可以参加这个公平行业 可以不到被任的时候 今天有关同学会不会再在那 不要再在那里忽视这个数据了 在政策有关同学 很多数据都是直线挪出 他跟我们说是50%可以脱到团 但是又是否真的关于这个公平行业的事 是很论证过的 因为政策是不是 今天的政策不是越多越好 有关同学要有效才能问 但是我很正意到他无效 所以我们就应该要预约这个政策 第四 今有关同学也跟我们说是社区发展 有关同学将社区发展 全场在这里讲这些东西 但是从来都没有跟我们说是整体数据 还是跟我们说是趋势 那我不要再说趋势了 实体数字 那我跟阿晨发展最后的机会 我们冷静清楚 再者 今天我会跟他带着一个很漂亮的游戏眼镜 然后去看一些很长远的事 跟我们说是什么学校 是什么议员 议设议等等 但是有关同学 不要再说未来的事 今天我们先看清楚 基础收入 聋民的基础收入都没有搞定的事 今天谁给这帮小聋 给浅小聋 是否政府 或是有关是免费可以使用这些东西 因为有关同学 建这么多建设 但是为什么站出来 是没有人可以受惠的时候 到底是否有效呢 今天我再重新再一次 有能力加入这个公平外圈子的小聋 他们是不想加入的 因为他们加入了之后 是整件事都对他们说没有吸引力 因为他们的长期收入是等于零 再者今天 由这帮没能力的小聋 是想入都入不了的时候 是占极大部分 占99%的有关目的 所以这个政策其实是不考的 今天我们双方都知道 咖啡聋最需要的 是一分稳定的收入 然后可以支撑到全家 免费饮食的收入 因为可以帮助到他们 脱离民的收入 但今天公平外的咖啡 打着这个浦瓶的气候 站在沿岸边上放置 跌下去的咖啡聋 好像要给他们救命 帮他们有这个 传统的沿岸上来 但事实上这条这一面 是因为这帮咖啡聋 学习经历重重 不少可以夹公平外避饮的时候 今天谈航和沿岸有帮学 谢谢大家 当结变化而无超市 无需扣分 最后由正方结变总结 你有4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我示意 试咪试咪 请问听得清不清楚 听得清楚的 准备好请向我示意 准备好 听 神窮是你和我都有份创造出来 是我们拒绝同仁分线的结果 如果我们无能力放弃贪男 贫穷是永远都不会得到解决的 确实评判作为各位 以上是诺贝尔和平掌得主 得难修女的得掌感言 他明白到所谓的贫穷 是因为这个世界充斥着贪男 摩托 压诈 结果令到贫者越贫 富者越富 在实现世界和平的最大障碍 而说到咖啡贸易 平时行入咖啡店 不快的是几十元 已经可以享受美好咖啡的我们 就怎会猜到 等一个人的咖啡的时候 每一口咖啡 分分钟都充斥着被压诈的缺况 我们又随时是不平等贸易的帮充呢? 但随着全球公平贸易机制 网络的建立 在确保食品安全品质的前提下 我方说被压诈的第三世界咖啡奴 不单止得到合理回报 调来极端频道 更加享有更多资源和福利 但有方只是说成效传移门栏过谷 就断言变体不成立 有方说了 全场只是论证公平贸易 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 但从来都没有论证过 什么叫做无效负贫 今天我方开辩 指出叫行量有无效负贫 就要看公平贸易 可不可以对应联合国的两大方向 但有方不单止无论证 为什么不能够资源 都只不过是说很少人参加 他们不单止不是了 公平贸易越来越多人加入 确确实实保障农民基本收入 增加政策入资源 增加成功脱离极端群 我方举杖南海岸 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例子 有方有没有回应过 是一个都没有 只不过是不断重复 他们所谓的成效传移 和他们所谓的0.6% 很少农民加入 甚至我方在台下都问到 有方怎样解释 公平贸易组织所举出的 越来越多人加入 他们都试试找错数据 更说到其他不同的政策 痛痛到无效 便提要求反方论政货位无效 但我方很失望 有方连一个清晰的标准都交不出 公平贸易从来不是 钱多了这么简单 最看重的就是怎样可持续地 提供最合理的硬件配套 推动他们向上流动 长远协助他们自力更新 正所谓受云遗予不如受云遗予 公平贸易只在用合作社的形式 从交易过程中征收社区发展金 从而发展今天我方说了全场的医联 教育和福利等配套的硬件 但有方就完全不理 只是说社区发展金无用 就代表入了在有方眼中 付贫就只是有钱 钱和钱 从而都没有接地这样思考 要有效付贫 从来不是这一刻给了个钱 去看就算 而是要长远这样为 弱势社群提供最基本的需要 真正从根本付贫 竟然有方根本没有客观标准 比较政策的成功 一杯公平咖啡换一座森林 同时分方两个家庭 这一句是台湾公平贸易组织的口号 只要我们愿意买这一种咖啡 就代表有需求 将来不单止有更多的奴户收威 我们都可以享受高质的有机咖啡 我方从来不是单靠公平贸易 就倒着贫穷 因为贫穷始终是要靠各地政府的政策 配套一起配合 才可以构建理想的难途 但贫穷从来不是一触二组 而是一个循序占颂的过程 越来越多人受威 总比原地踏步 甚至带好退好 贫穷一直都存在 但若过这一刻我们有得选择 都选择不改变 保住 做得一点点就没用啦 这种心态 这一块饼又有没有可能达到继续做大许的可能呢 我们唯有善待不公平 公平才有可能再降临于世 谢谢各位 比赛告一段落 本人将与评判及双方合分原作联络 处理分子问题 但为了把握时间 我们都会在三位评判填妥分子之后 为今场比赛给评语的请他们 也请对赛双方留在这里等候 提提评判 最佳辩议员需要额外评分 每一评判先选出三位表现交界的辩员 再分别级与分数 最佳一位得30分 次佳一位得20分 余下一位得10分 首先先请正方和我 可能将前镜交对着自己 因为刚刚较高了 另外就就着刚刚反方一副的超市时间 可能我们现在可以做一个商讨 那想请问刚刚三位评判 有没有听到我有明确的中声呢 你好 我是莫许宜评判 其实我刚才也是没有听到有中声的 不过因为我留意到主席是有举牌示意的 我自己的学校也试过多次是因为答声等等的问题 听不到中声 但是主席是有举牌示意的 最后也要面对扣分的处罰的 我也知道可能同学会有些技术的问题等等面对 但是可能大家也要尝试留意 看完赛之下主席给大家的指示 所以我会觉得是需要照扣分的 谢谢评判 另外因为刚刚正方和我提出 有看到有举牌 刚刚评判也有说到有举牌的 根据赛规第八条超时扣分方面 在年丁三丁之后 就应该每五秒扣除五分 不足五秒亦作五秒计算 另外在赛规当中也都明确表示 变缘是有责任自行留意屏幕 并且尽量避免用最弯充时间 刚刚去比赛之前 我已经重申过一次 变缘是有责任要留意我举牌 赛会是不会接受意 听不到中声 或者中声不清楚 所以刚刚反方第一副面的发言时间 为三分二十六秒 也就是超时十一秒 也就是代表需要扣分 是扣除十五分的 OK 反方清楚 谢谢赛会 谢谢 谢谢 主席我想确认一下是否是反方二副 反方第一副面 第一副面 好 谢谢 谢谢 由于三位评判也都在做这个评分的工作 所以请双方稍等 在评判如果填堂分子之后 麻烦可以在订阅箱里跟我说一声 我会先请各位评判作评语 谢谢 谢谢 师傅 rant i Eğer 这个 人 里面 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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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很難去在台下找究竟誰才對誰是錯的 因為就算我找到隨便一方的數據也好 我未必知道另一方的數據的來源就是錯的 所以我就會 判斷就是從台上 究竟誰更加完整地說得出資料來源 或者資料很詳細 基本上就會比較偏向相信哪一邊 所以在雙方 譬如當你資料跟對方直接有衝突的時候 你除了指出對手的資料可能是有問題的 或者是你的資料找回來 可能運用未必恰當的 同時間你也要強調一下你的資料究竟是哪一年 哪個機構 然後要講清楚一點 你的資料就會更加說服大家 然後到第二點 就是對於農民來說 或者怎樣為之有效扶貧 反方前場的說法就是 有效扶貧要提供一些基礎生活條件 然後還會包含滅貧 然後減貧 但是當政方問到就是按理邏輯要包含絕大部分人 這樣 那政方就問按理邏輯 那是不是沒有一個政策 真的叫做有效扶貧呢 這樣 到反方後期就好像真的這樣 就好像真的 基本上沒有政策有效扶貧 這個問題就是標準會不會太高或者太嚴苛 這個要思考一下 然後 那政方去論證對於有效扶貧的方法 就是說我們有些建設 然後收入上升了 那首先 那政方去講收入上升的時候 那就是說 就是由0.7變成1.4美金 每日每百磅 每百磅 每百磅 然後 總之 有一個最低保障 那然後 反方的說法就是這樣 都是加了少少錢 甚至 後面都有問到的 就是 那 可能加10元港元 那究竟是 多了很多 還是怎樣呢 因為 在其他 就是可能一些落後地區 他們的物價和香港未必一樣的 但是 究竟 他加了的這些錢 對於他來講 那意義是多大呢 就是究竟是可能 他人工已經翻了倍 或者他生活質素已經翻了倍 那你純粹就是 就是 純粹幫得了一點點 那 這一點雙方都不是講得太多 就是純粹我聽到有數字多了 那究竟實質上 我這個收入對於這個家庭 的質素多了多少呢 這樣 那不是很清楚的 那然後到第二點就是那個社區方面 那社區政方的說法就是 會有 就是有些脫貧的設施 那然後反方的說法就是 就是 很多錢 很大部分可能都是被中間的機構吃了的 那但是 就是越聽到後面 那一開始這個回應都OK的 但是到後面就會想就是 那就算機構吃了很大筆酒 那如果最後真的 那些錢是真的幫他們 建造多些學校 或者多些水源 或者可能就是 可能買了幾套教學設備的 那其實都叫做 有效啊 就是叫做 是有些成效的 那 那 那這件事也都是要想一想就是 就是 就是大家去講很多數字出來 就可能人數越來越多也好 他的收入越來越高也好 就是究竟是不是越來越高 那或者他的基建設施越來越好 或者究竟被人吃了很大的部分 怎樣都好 那我覺得 除了大家不斷拋數字之外 那我會想具體一點知道 那這個數字背後可能象徵著的是 就是可能 我的生活設施會怎樣改善 譬如 那譬如剛才可能大家有提到的 就是我水源乾淨了 例如我可以有多幾套 就是有 多些譬如教育 或者可能好些的醫療 那或者是 很具體就是究竟譬如 我由本身可能三餐不計 變成現在可能有三餐辣 那就是我希望具體一點去聽到就是 那究竟他們現在的生活現況是怎樣 那去判斷究竟他們有沒有效負貧 就是數字都需要 但是 數字再下一步的推進 就是 去講一講 一些具體的情況 這樣 是的 謝謝大家 謝謝黃君豪先生 接下來我們請 何嘉穎小姐和我們作出評論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首先會從兩個方面去講 大家主線上面 其實今天雙方最重要的分歧點 就在於其實 今天兩方的準則 是怎樣論證 以及他論證上來講 哪一個比較合理 那其實今天雙方的準則其實都是 很不同 或者其實是存在一些分歧的 那正方其實都是比較 注重在理論層面上講 其實他的目標 都可以去達到 就是他確保的底價 也都可以去增加一些基建措施 在這些貧困的地區裡 那所以 就可以去造成一些的改變 那所以是著重那個數量上面 有改變度 那就為之是能夠有效扶貧 而反方呢 今天就會覺得 有改變度都不是重點 最重要就是他要絕大部分 這樣的兩個不同的感覺 但是 所以就要看下去 其實我覺得兩邊開來的準則 其實都是合理的 就是都是正路的正方和反方會有的準則 而要看就是可能雙方論證上面是怎樣 而其實今天雙方的論證 我就嫌 可能大家真的去跳出自己的準則 去比較的那個數量 就會略嫌 可能是少了一些 導致到今天好像雙方都是 好像自己說自己的話 或者是 只是用一些很表面的數字去反駁 例如好像今天呢 在台下那裡 其實有著重一個數字的反駁 就是 反方又說說兩萬元的一個手續費 而正方又說不是 我們看到只有0.03美元 但其實今天兩個的比較點不同 因為反方說的是那個認證的費 應該是那個一次性要交的那個認證費用 而正方可能說的0.03 是可能每次交出咖啡豆的時候的那個數量 所以變成大家的比較平台不同的時候 只會流於可能就是 我講一個很大的數字 第二方又講第二個很大的數字 但是兩方在這裡爭拗完之後 又沒有一個很明確的結論 就會難些去真是說 哪一邊是會拿了那個比較的分 而細講下去 在正方他論證自己標準的時候 我覺得在主辯開出來是挺好的 但是當正一和正二都是不斷去回覆這些 我聯合國有說過要消除這個極端貧窮 不斷去回覆一些可能比較理論層面 比較目標性的層面的時候 我去到後場我就很可能想聽多些 那麼多在實際應用層面上怎樣去改變 除了在你在數字上面 你是升了過很多的巴仙 但是對於一個一個的一個的貧困戶來講 他真的幫到多少 真的怎樣改變他們的生命 這些就會是比較想聽到 因為如果不是聽到去 全部都是一些目標性上面的東西 而是留於理論上 但是這個論證我覺得是抓得好的位置 就是正方都有嘗試去問反方 就是如果今天對面開出的準則 是要絕大多數的話 究竟這個世界上面 有沒有一些任何的扶貧政策 是真的符合到絕大部分呢? 就是可能香港的公屋其實都不是真的幫到很多的市民的時候 那這些又算不算是真的 右方同學合理的那個絕大部分的標準呢? 就是都有去嘗試去質疑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不錯的位置 而講到反方怎樣去論證他的準則 我覺得一開始上面說呢 其實聽上去都是很強的 因為一開始很快就已經是當正方 給出了一些準則上面不同的時候 反方很快就會給出一些反應去回答 還有給出一些數字去真的去回應對方 但是呢 去到反一反二的時候 其實一直都是循環同樣的數字 但是循環完數字之後呢 我就沒有什麼聽到結論是什麼 其實這個時候我就會覺得 可能建議反方一副二副的時候 當數字不同的時候 就盡量去找一個合理的平台 然後盡量去提出個結論 如果不是呢 反一和反二的內容 或者是那個反駁 其實會變成非常重複 就會令到後場得到的分數 就會越來越少 還有就是 都會期望有多些升華 就好像今天正方一副和二副 其實都有講到說 一些可能基建的措施 一些教育的措施等等 但是反方就比較少這些 一些可能實際應用上面的一些 一些的升華位 而只是停留在數字上面 我就會覺得是略言可惜了少少 這裡大概是主線上面的評價 然後到可能一些反駁和升華的位的時候 我覺得正一正二 其實也有做 好像剛才也有說過 有說到有機奸作 教育等等的這些升華位 但是反而正一正二講完之後 結辯就好像比較少去這些 追蹤的那個升華位 所以就變了好像 結辯聽上去都是一些可能 立場上面的一些的重申 而沒有一些 show 到一個比較 hold picture 或者是真的畫到那個分歧結論 而反方的升華位 都是比較停留在數字 但是我很欣賞就是 反而其實他也有說過 就是 對面既然說是改變了就可以了 那麼他就有抓到一個位 就是既然 其實這個 公平柚的咖啡已經做了這麼多年了 但是如果真的進步是真的有用的話 為什麼這麼多年進步都是這麼微小呢 就是我覺得這些的反駁 是看到他有去嘗試去把那個 準則的那個的比較去提出來 但是就可能要落多些筆密去講 就會是比較好 是啊 大概就是這樣了 辛苦了兩邊的同學了 好 好 謝謝何嘉穎小姐 最後就請莫曉怡小姐和我們評語 麻煩你 好 大家好 我也長話短說 其實我覺得全場比賽 你們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數據上面的處理 我發現近年的網賽 出現這種情況是特別嚴重 其實我也不太清楚是什麼原因 但是越來越多的情況就是 發現各說各話大家都有大家的資料 但是大家的資料是完全不一樣的 甚至大家提出來源的時候都會是同一個來源 譬如說用回今天你們的咖啡農戶的數字 其實你們的來源都是公平貿易組織協會 我不肯定它的名字是什麼 但是你們聽起來是同一個來源 但是你們的數字是不一樣的 我覺得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跟公平貿易的咖啡之下 它本身有很多個持份者在裡面 其中一個原因 譬如說它會有小龍 它會有出口箱 它會有進口箱 它會有進口箱 它會有認證機構 其實我就會奇怪 那兩萬元的認證費用 會不會其實是入口箱或者出口箱的認證費用 而不是小龍的認證費用 因為其實用一個很簡單的 基本的認知邏輯去想 這幫小龍可能是每天賺幾元美金 那絕對不可能交得起這麼多錢 這些錢可能是全世界人見過二千多元美金 它應該是真的沒有這麼多錢 就是你叫它全條圈夾錢 可能只有100元 所以我是不相信這個數字 但是我沒有基於我自己的不相信 對你們的分數有所調整 我是選擇了當你說得出你的資料來源的時候 我是會相信你 如果對方作出質疑 所以這個位置就是你們自己去留意 所以就是跟第一位評判所說的一樣 當你們提出的數字不一樣的時候 我們是不會大部分的評判 不會自己走上網去看 然後去確認 或者確認你們那邊的資料 然後再去選擇相信確認了那邊的資料 那是會有不公平的狀態 所以你們上一場打比賽 就要很清楚知道分數有什麼東西 譬如說今天選擇這個 怎麼可以做得這麼好呢 但是你們不要就這樣說這個機構 說這個數字出來 你很清晰地告訴我 你會在這條條文 在哪一個頁面 在說什麼的時候 整句資料讀出來給我 原資料讀出來給我 那我就會完全相信 你這份資料 的確是在說小人的這個數字 所以我覺得大家在資料上面的執著 是不足夠的 在這一場比賽來說 是的 另外就是 你們需要留意一些位置 有時候 就算你們很基本的說這個來源出來 都是挺不正式的 還有就是你們說什麼太快的問題 因為大家都知道網賽 所以你們在這個頁面 回音的情況 都是比較嚴重一些的 那麼今天正方的問題 沒有那麼嚴重的 反方會嚴重一點點 但是呢 其實雙方都不是說收音 收得非常清晰的 但是有味道 聽得很吃力 所以我給大家一個小建議 就是可以買飯字米 其實呢 你們去星際 那些買飯字米 都是百多元 可以叫大隊老師付錢 是的 那麼就拆回iPad 或者拆回電腦 那整件事清晰很多 就 我評判比較不容易出現 聽你們 特別是資料的時候 聽得不清楚 那會很影響你們後場 然後呢 另外就是 今天呢 有時候呢 大家會做了太多套餘 譬如說 你們很容易譴責對方 沒有看資料來源 沒有看資料 然後沒有給例子 顧勵等等 但是對方是有趕到的時候 我是會扣分的 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 然後呢 另外就是 台下的時候呢 正方 第一條台下 我終於很清晰地聽到 你們那個 咖啡龍湖的數字是怎樣來的 來源等等 在台下是說得非常清晰的 那一來是因為他收音收得很清楚 第二就是他演繹是比較慢一些 令我聽得很清楚 那但是反方 當你提出一個counter的數字的時候呢 你回答的時候 竟然沒有拿回來源出來說 這件事是會令到我覺得 那你為什麼不說呢 你是不是應該說清楚一點呢 人家逐個知道整個資料 很清晰地 提出出來給我聽 但是當你提出你和他那些資料不一樣的時候 你只不過是重新回前場說過的東西 而沒有提出一些新的東西 令到我可以肯定你這份資料是真的話呢 那就會吃虧了 是的 於是去到後面呢 就是這個 第二 正方問 反方問 正方問 是的 正方問的第二條台下發問的時候呢 反方回答的時候呢 你用了一份資料的 叫做什麼挪威大學 不知道哪個教授的一份研究報告 這份資料呢 就是又是顯示到資料的問題了 首先呢 挪威大學我先不說它的公正性 即是都可以的 是一個大學來的 那第二件事就是 那個教授呢 是什麼教授 所以他的名字不清楚 我不清楚他是不是真的有權威性 好了 最後一份研究報告 一份研究報告 即是哪份研究報告呢 你連份報告的名字都不給我的話呢 那就很不清晰了 很影響你資料的 可以幫助到你立論的程度 那所以就 這些資料就建議大家 以後出的時候呢 就要找回那個大學教授 是哪個大學教授 這份研究報告是什麼研究報告 這樣出的時候呢 你們對自己主線論證 這樣才會有好處的 是的 然後呢我覺得今天 大家在問台下 都問得很清晰的 反方第二條的台下發問呢 我覺得是問得很好的 因為你終於很清晰地說 你那兩百元是來自於公平貿易 自己說是兩千多元美金這樣 然後你也有提出質疑 絕對貧困人們有十元而已 那夠不夠他回家看醫生啊 是不是都叫負貧 這些我也覺得是挺好的質疑 而應該是放上場去打的 如果你的主線真的要打到 放上去絕對貧困不是負貧的話 是的 但是呢 最後呢 最後呢 正康其實回答你 調查白問的時候呢 是沒有回應到的 不過呢 你們就被他走了 對啦 所以我覺得這個位置虧待 還有這些位置 如果你要這樣打的話呢 都是一個挺好的選擇 不過論證標準過於可可 就是明顯的 那下次可能 想主線的時候 需要思考一下這些位置 那當你的變題打到無敵的時候呢 是不可以的 當沒有論證空間的時候 對啦 不過呢 我覺得 咖啡小龍呢 他的情況是比較特殊一些的 因為他們真的每天賺幾毫子美金 這樣 他們是真的很窮的 所以就10元對他們來說 都真的挺多的 沒錯啦 所以就可能大家要理解一下 他們實際的情況 所以反方可能去到後場 給我的感覺會有一點點離地 這樣 可能因為你說絕對貧困 對他們來說都可能真的很多錢 是的 還有2千多元 我真的聽到他就會覺得 我自己感官上面 我覺得是沒有什麼可能 是的 不過我在場上 評分是沒有影響過分數的 所以不用擔心 是的 那大家去前場的時候 特別是主變 其實都提出了很多 很有用的數字 那後場呢 就 都 都有一些有留在這裡 但大部分都不見了 譬如說呢 證書會說說 4元美金 4磅 4元1磅的最低收購價 是的 去到後場 可能你那個 這個數字的出現情況 就低於很多 是的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 你說它升了八成收入 這些都是幾強的資料來的 然後呢 去到反方呢 你就有說八成是 無保障的 那個金錢上面 因為他們不受這個 不受這個最低價格保障 是的 我也覺得這些是幾強的資料來的 不過呢 大家都沒有用到 最後呢 就是糾結了在0.6% 以及兩成的數字裡面 是的 所以我覺得有點吃虧 如果大家下次再面對這種情況 就是大家 兩邊都說不清的話 那不妨可以選擇一下其他 都是這麼強的資料去打 是的 如果不是的話 就會好像今天這樣 膠著了在一些數字上面 最後呢 一場比賽是哪個贏哪個輸呢 就成為誰可以說服得到 你的資料是正確的那個了 所以呢 是的 我的評語是這麼多 主要提醒大家知道運用 還有 建議大家買點咪 是的 就是這麼多了 謝謝主席 謝謝各位 謝謝莫曉怡小姐 謝謝 在公佈賽果之前 首先會為大家公佈本場比賽的 最佳辯論員獎項 今場的最佳辯論員為 聖芳一副同學 林信恒同學 恭喜 現在為大家宣佈賽果 今天的辯題是 公平貿易咖啡有效扶貧 由正方全灣 官立中學 對反方可風中學 由 正方得票為3票 反方得票為0票 換言之 賽果為3比0 由正方勝出 恭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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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